第五百四十四章 围追堵截 现在终于等到了 叶熙文从红气商会那个乌龟壳里出来了 那就是他的死期 王太守竟然有些发抖起来 那完全是兴奋的 足足等了半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要将叶熙文撕碎一片一片吃掉 虽然他被人从兴兽的巢穴中救回 但是在兴兽巢穴的那一段的经历 让他引然变成了一头野兽 平时还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是一旦发怒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头野兽 叶熙文一路上极为顺利 竟直出了红气城 一切都非常顺利 不过却让他皱起了眉头 就是因为太平静了 以霸天无管的势力 他知道自己出了红气商会的事情 绝对瞒不住 但是现在居然这么安静 这倒是出了奇了 王太会是什么心胸宽大的人 会在这个时候放过他吗 这话说出来 王太自己都不会信吧 在叶熙文看来 王太就是一头牙字必报的野兽 因为自己抢了他的拍卖品 就赶来诛杀他 这样的人简直是无法无天 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干的 实力越强的人就越容易无法无天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谁会和一只蝼蚁去讲什么平等 讲什么尊重 修 修 修 莫得 虚空之中传来了尖锐无比的破空声 刹那间 十数只长矛般粗细大小的长剑 猛然间刺破长空 击射出来 上上下下竟然将叶熙文所有的退路都给封锁住了 显然是极为熟练的配合 散而不乱 体内的天元镜 猛的一下爆颤出血红色的光芒 将它给笼罩了进去 形成了一个血色的结界 当当当 那些急促的箭矢 披在了那血色的结界之中 发出了当当的金属 焦明一般的声音 根本就破不开天元镜的防御 上 杀了它 一声爆喝从虚空中传出 却见十几道身影从虚空中出现 每一道虚影都是强横之极 竟然都是圣镜高手 最差的也是圣镜中期 为首的那个中年舞者 甚至已经跨入了圣镜大城 霸天舞馆 叶西文瞇了瞇眼睛 脸色微沉 这些人身上的标志 正是霸天舞馆的舞者 竟然派出了十几个圣镜高手 果然是牙字必报的性格 自己在半年前 不过是一个圣镜中期的实力 为了堵截自己 竟然连圣镜大城的高手都派出来了 是说太谨慎好呢 还是太重视的好 看来对于半年前拍卖会上的事情 他很是伤心啊 不过叶西文的脸上 竟然闪出几分兴奋的神色 他刚刚突破到圣镜后期 正好需要一个人练练手 圣镜大城的高手 他还没有阵阵交手过呢 他还笑 难道是给吓傻了 有一个霸天舞者 哈哈大笑说道 有几分猖狂 其他舞者也纷纷跟着大笑 装傻也没有用 这次你非死不可 少馆主要杀的人 没有人能保下来 如果你还躲在红气商会 也就罢了 既然出来了 那么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那个为首的圣镜大城的 中年舞者冷笑着 很是猙獰 说道 弟兄们 动手 等到少馆主来的时候 我们要让少馆主 看到这小子的人头 那个中年 舞者话音刚落 当时那些霸天舞馆的舞者 纷纷出手 各种攻击 游如是浪潮一般 席卷而来 浩浩荡荡将夜西文所有的空间都给封锁住 一路横扫而来 碾碎了虚空 那圣镜大城的舞者只是双手抱胸而立 根本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在他看来 夜西文算什么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圣镜后期的舞者罢了 离他还差好几个境界 他亲自前来 也不是王太有多看重夜西文 或者有多谨慎 仅仅是他想要巴戒王太这个霸天舞馆 未来的馆主罢了 舞馆上下谁不知道 王太就是舞馆下一任关注 巴戒好了他 起码未来数百年 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本来以他圣镜大成的实力 在舞馆之内 也仅在数人之下 可以算得上是高层了 无论谁当上馆主 都少不了要拉拢他 但是那只是一般人 现在这个少馆主可不一样 谁不知道这少馆主 小时候被兴兽掳去过 导致性情跟野兽一样 虽然这些年来好了很多 但是小时候被兴兽掳去的事情 在他身上还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 喜怒无常 暴躁无比 一个不顺意就要杀人吃肉 所谓顺之者 昌逆之者王 能提前拉好关系 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 不过虽然如此 他也只是带人来 并没有打算亲自动手 在他看来 叶希文还不配他亲自动手 呵 叶希文低喝一声 一只大手抓出 漫天金光四起 一下子就抓灭了那些霸天武馆的高手 轰出来的绝学 当真是犹如抓死了一群蝼蚁一般 哈哈 头工是老子的 这时候三个圣境后期的武者 他这小三财阵包抄了过来 当先的就是一个脸上带有刀疤的武者 脸色猙獰 猖狂大笑 这些人跟随王太日久 也沾染上了王太暴躁兄弟的个性 三人配合默契 他这小三财阵 虽然简单 但是却蕴含着无数的道理 许多阵法不都是 从这些一元两一三财四项等 最简单的阵法变化而出的 而且这些阵法 必须要配合默契的人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尤其是这小三财阵 发挥到极致 攻守同心 等于是你同时要面对三尊 圣境后期的高手 就算是圣境巅峰的高手 也能抗衡一二 虽然不如皇室五兄弟的五行 大阵那般精妙 但是对于这三人来诉回哦 已经足够了 三人联手 轰出一阵诡异的波动 杀光震动环渝 攻势如潮 像是浪潮一般 朝着叶西文攻来 是 叶西文吃笑一声 他像是一尊神奇一般 在这些攻势之中 威然不动 任凭狂乱的攻击杀来 这时候 他动了 一拳轰出 化作一颗大星 从天而降 压入了小三财阵之中 这简直就像是世界末日一般 可怕的尽力席卷八方 空间在这颗大星的碾压下 在震动 被撕裂 散出一阵阵的滔天星力浪潮 席卷而出 在叶西文出拳的瞬间 那三个人 顿时脸色大变 他们能够感觉到 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当空碾压了下来 他们三人踏着三财阵 走着天道的轨迹 竟然挡不住那股巨力的碾压 好可怕的蛮力 这人怎么会这么强 三人心中全部冒出这样的想法 他们三人早已经跨入圣境后期久已 就算是离圣境巅峰 也不是很远了 一般的圣境后期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更何况还是三人联手 踏着小三财阵 他们还没有见过有人能够抗衡的 但是没想到这个半年前 还不过是圣境中期的家伙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到了现在 他们才终于见识到了 叶西文的可怕实力 这个时候 那个为首的圣境大成的中年武者 也是脸色大变 自己完全小看了叶西文的实力 叶西文的实力只怕比他还要强横的多了 住手 这个时候 那个圣境大成的中年武者 终于不能继续看下去了 连忙出手 猛然间轰出无边的神盲 朝着而叶西文 轻覆了过去 轰隆 叶西文 拳头化作的大兴 竟只碾碎了小三财阵 可怕的拳压 顿时碾压到了三人的身上 三人身上的防御的法器一瞬间 全部爆裂开来 被瞬间崩碎 啊 三财阵之中 最弱的那个圣境后期的武者 终于顶不住叶西文 可怕的拳压 叶西文的拳压不锋利 但是却重如泰山 简直能将人彻底压迫成空气 一声惨叫 他浑身鲜血 从每一个毛孔之中喷溅出来 毛孔完全崩裂掉 受不了那样的重压 浑身是血 宛如一个血人一般 这个时候 其他两人出手了 他们两人终于明白 叶西文的可怕 远超他们的想象 看着不过是圣境后期而已 但是真正交手之后 才发现 之前的以为 是多么的愚蠢 眼前这个人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圣境后期的话 他们就一头 去撞死 眼中闪过几分惊惧 似乎是想到了传说中的天骄 能越街作战的可怕的家伙 这个时候 他们也只能等待 那个圣境大城的高手 过来救他们 而在此之前 他们只能全力出手 拖住这个人 不然的话 他们三个一个都别想逃走 两人联手出手 顿时犹如是挂出一道星河 从天而降 卷成一个悬河 当空朝着夜西文 轰落了下去 轰 夜西文一只大手探出 抓出漫天的金光 将这一道星河 抓在手里 声声掐灭 紧接着夜西文 再度出手 拳头化作大星轰落 轰隆 顿时一阵天崩地裂 那两个高手 在夜西文的拳崖之下 瑟瑟发抖 想飞速逃走 但是那里赶得过 夜西文的速度 当头被夜西文 直接砸中 喷 喷 两声闷声 他们的身躯 都被夜西文一拳砸烂 鲜血喷洒虚空 感谢观看